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路加福音第三章1到8节 第三章凯撒提壁流 提壁流是前面奥古斯都的养子 奥古斯都我们说在外面我们看到叫乌大维 所以他是在位第15年 他有一段时间是跟奥古斯都一起执政 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 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 这个西律是马太福音大西律的孩子 大西律死后把他的土地分给三个孩子 一个叫雅基老 一个叫西律安提帕 一个叫菲利 那这里就交代说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 这是西律安提帕 在加利利那个地带 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 吕撒列 吕撒列只有圣经出现在这里 资料不多 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是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 盖亚法是亚纳的女婿 盖亚法做大祭司应当是在主后18年到36年 所以这个时候应当是盖亚法做大祭司 为什么写亚纳呢 因为亚纳还是在当时候呢 是更有影响力的 那时候的大祭司已经不是这个终身的 就是亚伦的后代将终身的 他已经成为官派的政府派的 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 前面呢 这个写法 路加的这个写法是很特别的 他刻意把希腊的这个历史 就是说谁在执政 然后各地是谁在做王 把耶稣的故事放在这个当时候 罗马帝国时代的背景下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很清楚那个时空背景 那一下子写到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 约翰在旷野 马上呢 让我们的回忆又回到前面 第一章 第二章 这边的故事了 讲到撒加利亚 马上想到撒加利亚 他怎么样进到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 天使怎么对他说话 他因着他不信 所以他 亚巴了 不能说话 出来 直达手势 到这段时间 最后 实习约翰 降生 他讲了这个撒加利亚颂 所以马上让我们回忆到整个那个过程 就让我们知道 哦 这时候 儿子已经长大了 撒加利亚的儿子 约翰 在旷野里 神的话 领到他 他就来到 约旦河一带的地方 这个神的话领到他 很像 旧约 在写的时候 他是 这个先知书里面 神的话领到谁 某某先知就讲话 所以他是用这种先知传统 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约翰 所以约翰在当时很像一个先知在传讲悔改的信息 邀请人回转悔改归向神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色 这个悔改的洗礼比较特别 因为犹太人只有洁净的洗礼 那么在比较后期 有所谓外邦人要归入犹太教会有一个洗礼 那么是不是施洗约翰的这个悔改的洗礼 是这个前身 也就是说 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外邦人 其实这也符合上下文 就是把犹太人当成外邦人 你们要有这个悔改的洗礼 那通过这个洗礼的一个群体 就是约翰在建立一群新的群体 就是我是愿意悔改的新的群体 那悔改的内容 或者施洗约翰他所讲的内容 我们会在后面会看到 他就是这个行为要与这个身份相秤 要与信心相秤 就是你要活出跟你所相信的上帝的心意 这个律法一样的生活 显出你的悔改 那愿意的呢 你真正愿意来遵行上帝律法的 你来我这里悔改 是一个悔改的洗礼 那后面我们会再清楚再讲 死罪得色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 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上缸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这里他是引用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 这里是用了当时候的一个背景 那个背景在于说 如果古代的君王 他们要去到一个城镇 去到一个乡镇 那么必须先派遣先先封部队 先封去 去做什么呢 一来他要先勘察这个道路 如果国王出来要宣访 这个马路 这个道路很颠簸 高高低低 又有这个山蛙等等 路不平也不直 这样对王来说很不尊重 所以他给这个先锋要去 然后勘察之后呢 要做什么事呢 预备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把路预备好了 修平了修直了 有低洼的地方把它填起来 把这个比较突出来的 把它削平 那么弯弯曲曲的改为正直 尽量让他是平坦的 是直的 是这个王来呢 就是一个预备好的路了 那这个就是作为道路 并且呢 他要去告诉当地的百姓 你们要预备心啊 王要来了 所以他们要有和宜的态度 和宜的预备 所以在这里 他是以一个迎接王的那个角色角度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就是在等候一个王 一个救主 那对他们来讲 这个拯救是从政治上的拯救 被罗马帝国殖民统治的 这一个情况里面拯救出来 像大卫王朝 像所罗门王朝那样强盛 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来他是拯救我们 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他是这个永恒国度的王 他不是政治上的君王 所以最后呢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这里就暗示了一件事情 指的是凡有血气的 不单单是以色列民 这个王呢 他是普世的 全人类 全世界的百姓都要 臣服的 凡有血气的 都要见神的救恩 那路加的意思是说 这个约翰 他就是这个先锋 在国王正式来到之前 这个神的救恩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好像用神的救恩来形容这个王的来临 那这个我们可以接到什么呢 接到西面 对不对 西面他说 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所以在这里 路加刻意用你的救恩 神的救恩 以及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来描述 耶稣就是那个救恩 那个救恩要来 那么施洗约翰 他就是在预备这个平坦的道路 而他怎么预备呢 他就是在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色 要人看见自己是有罪的 要人诚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 面对自己生命的软弱 知道应当要悔改 等到耶稣来了 救恩来了 福音传扬出来了 那么人就可以来接受 所以路加是用这样的背景 还有以赛亚书来描述 施洗约翰的工作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其实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今天事实上 也应当继续做施洗约翰该做的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想到传福音 我们会很快的想到 要告诉人你是罪人 你应当要悔改 接受救恩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 并不是要否定这个邀请绝制的过程 不过有一本书 在很久以前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叫做《请君入望》 它里面 把一个人信主的过程 把它从负八到正八 它分成这几个阶段 负八就是强烈的抵挡信仰 那么零就是这个信主 当然还可以到八 就是那个信仰尾声的程度 如果把人分成这八个部分 负八强烈的反对福音 到零它决之信主 中间是不是还有 负七负六负五负四 对不对 所以传福音 不是最后负一变成零的那个邀请绝制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应当做 或者说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像施洗约翰讲 预备人的心 如果我们可以让一个负八的人 变成负七 负六的人可以变成负五 事实上我们就是在传福音啊 我们就是在 把那个信主的障碍拿走 这里说的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缸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 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 要改为平坦 我们把信仰的那个主爱 那个低窝的把它填平了 把那个石头 那个小山丘把它削平了 让人可以更快的 更容易的接受福音 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 跟远见 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世上 会很着急 我们很有传福音的热忱 但是传福音 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 更重要的 其实反而是 我们如何真真实实的活在 非基督徒的面前 怎么样让他们看见 我们信仰的坚持 怎么样让他们看见 我们生命那个活出来 对人的恩慈 这个宽厚 对人的爱 对人的包容 这更难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传福音 有一个事工 去跟人家介绍事律 我想我们需要勇气 但是那终是一天两天的事工 如果我们期许自己 是每天真真实实活在同事的面前 活在同学的面前 活在未幸的家人亲友面前 我想那更是一个挑战 需要时刻的警醒 时刻保守我们的口舌 时刻有把握机会 向人显出恩赐 求神帮助我们 都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 有智慧 也能够做一个预备主道路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见施洗约翰 他一生的托付和护照 就是预备人的心 等到主你来的时候 有一批一批的人悔改归向你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像施洗约翰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勇敢地活出生命的见证 把握每一个机会 向人显出恩赐 向人显出宽厚 保守我们的口舌 常常肯定 常常赞美 更多的拥抱 更多的慷慨 主你帮助我们 效法 你仆人施洗约翰的榜样 成为预备主道路的人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